好危险的画面来看看轿车在路口180度回转S型的蛇形 结果撞上了路边的店家 这名驾驶是一名42岁的男子 在20号中午经过南投大庄路的时候 疑似血糖太低 精神不济 无法控制车辆 幸好没有降成任何的人员伤亡 医师就提醒了 如果血糖过低的时候 赶快吃糖果或者是巧克力 缓解一下症状 千万不要勉强开车上路 黑色轿车缓缓从路口开出来 但接着又马上180度大转弯 横行挡在对向车道 另一台汽车眼看就要撞上 赶紧按喇叭示警 这时驾驶才好像突然醒了过来 紧急闪开 不过车子还是一路直直冲 往路边店家撞了上去 盆栽被撞破 门口一台机车后照镜也被撞碎 原来20号中午这名开车的42岁许姓男子 行经大庄陆时疑似血糖太低精神不济 才会无法控制车辆在路口S型蛇行 警方获报到场立刻将他送医治疗 本案驾驶人未有饮酒情形 处理业警依规定处置以厘清肇事原因 轿车在马路上乱窜幸好没有酿成伤亡 而医生也提醒低血糖患者血糖过低时 可以服用含糖食物缓解症状 并进宿救医 千万不要勉强开车 以免发生憾事 记者曾卢成南投报导